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哈喽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 听听故事 说说故事 哦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我是古灵晶 那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一路陪我们到12月 这个月呢 我们要讲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其实我发现我的主题都很特别 好 但这次真的有点跳 也不是跳痛啦 它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 但是呢 我们这次要讲的传统的工艺是音乐 而且我们要介绍的呢 是一般大家比较少接触的南馆 究竟南馆跟国乐 还有一般我们大家认识的北馆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 你要自己自我介绍吗 老师 对 好啊 非常年轻的黄俊丽老师 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黄俊丽老师 然后我目前呢 在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学系 然后担任南馆音乐的讲师 还有在台南社大台江分校担任讲师 还有在其他的各个学校的社团 还有其他的那社区的南馆班 担任授课的老师 对然后很荣幸很高兴 所以古林金老师的邀请 古林金姐姐的邀请 来跟大家分享南馆音乐 嘿 老师你平常是都讲台语啦 不要紧我家都多语调 我们可以讲国语 可以讲台语 然后也可以讲英文 这样就好了 我讲台语比较通啦 比较练练练 比较练练练 你个主材就好喔 是是是 你还没跟我讲你的工作室啦 我的工作室喔 就是说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 我和我老婆 我母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做一些生意的 对啊 我们一起在 提供南馆音乐 有让人看得到 哦 让人了解 了解 让人了解 对 对 主要就是要把南馆的音乐 分享给大家 让人感觉说 日常生活当中 你也可以听到南馆 就是生活只是难管 对生活化 好哦 可是 可是什么是南馆 南馆的音乐 我们要怎么知道说 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就是 哦这是南馆 那是北馆 这样 其实 南北馆 它的音乐 它有很大的区别啦 嗯 那一般如果听到 南馆 嗯 最早 最 最早听到就是北馆 那北馆是什么的 北馆 北馆就属于 鼓吹 烙鼓 它比较热 唢呐黑嘛 对 唢呐啦 鼓啦 然后锣啦 操啦 这种 这种的技师 这种的乐器 嗯 它比较算 比较热 高亢 嗯 其他的乐种里面 戏剧里面 都会用到北馆的音乐 嗯哼 对啊 南馆呢 南馆呢 是什么 南馆呢 一般 我们 并且 会比较少听到 嗯 啊 南馆呢 在哪里听到的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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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它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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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音乐 听起来比较 比较 都适合在 妙室里面 大殿里面 嗯 演奏 然后最主要就是 仇神 哦 心明听 对 所以比较常听到的 应该就是 可以在庙会 或是说 有举办的一些 正式的 演讲会 南馆的专场 或是说 推广 嗯哼 对 那一用的 妓师 就跟我们一般 一般 妓师的妓师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 它是 很大的一个 乐种 诶 它不是一个乐器 等一下我先 跳动一下 仇神真的就是 乐器的 正式名称吗 我都说仇神 对 没有 对 我以前说仇神 其实是 人类的 对 不是 对 是真的 可是乐器 就是叫仇神 一般 我们敏感的 老师 老艺人 他们都说 这就是仇神 我们的仇神 哦 这个仇神是什么 所以它其实就是 一个很正 它其实就是 一般大家讲的 它其实没有什么 贬义的意思 哦 贬书 这样南冠的贬书跟 北冠的贬书 南冠的贬书有什么 哦 南冠的贬书 它有很多种 嗯 那一般我们看到的 一般一般啦 嗯 哦 接着听到的就是 吉北 嗯 董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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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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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五条 五条 五条 木片组成的一些 木片 对对对 拍就是拍 拍 用拍的 拍就是 拍 拍 对对 哦 那他有唱歌嗎? 南館、北館國語也只有南館有唱歌 北館也有 北館也有 也有取唱 喔 他們取唱有不一樣嗎? 當然有不一樣囉 他們的我們所唱的語言不一樣 語言 不是都是 不是啊 那北館聽到的 你聽到他到底是在唱國語還是在唱台語 他是屬於南清官話 南清官話 對他是北方的 喔 對 那南館呢 他是發展於泉州 泉州 喔就是其實是反而比較接近台灣的地方 所以他是屬於泉腔 泉州腔 對 因為那時候通商 所以這裡很專注 我們的生命都很專注 或是江州這邊這裡過來的 或是江望這裡過來的 所以 南館就是那時候 明末清楚那時候 嗯 然後坐著泉州 然後來這裡做個行李 對 然後來說 欸我們這裡有南館 嗯 然後他們這裡剛好有人也要擠到南館 對 這裡是兄弟 好 所以剛好把這裡的東西 喔 帶你來台灣 喔 喔 喔 所以一般我們在 西部沿海地區 對 接觸到南館是最多的 喔 發展的時候 發願 對 我們台灣的發願就是這樣 西部沿海這邊開始擴散 喔 因為是這個通商的關係 喔 這樣聽起來好像南館也是隨著達官貴員過來的 是 所以 南館 老師說說南館是文靈阿蘇在學的喔 是喔 嗯 不是三口QQ在學的 以前 以前的老師說 南館不是一般人會學的 對 南館是 南館是 文靈阿蘇在學的 呵呵 所以他的曲詩 我們叫做曲詩 嗯哼 他的曲詩 他的曲詩 嗯 就是像一首詩一首詩這樣 很文雅 文稠稠的 喔 對啊 那他們以前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們以前也是會 就是在廟的大廳裡面 來 來聽 嗯 在演 不然就是就是在那個 達官貴員的家裡 對不對 最主要啦 嗯 因為這個南館應該是文靈阿蘇 然後他們 就是可能閒暇之餘 因為南館音樂 是屬於民間音樂 嗯嗯嗯 對 那民間就是大家在閒暇在學的時候 嗯嗯嗯嗯 啊 就是這些的地 我們人 雅士在聚集的地方 然後一起玩樂 喔 對 感覺很像那種 那種就是 以前人的那種黑膠唱片 或者是現在那種 就是很貴的音響 所以我們先生說南館 南館是 很早很早 你要說 從他開始發源的 從他開始起源的 嗯嗯 目前聽說就是 很久啦 嗯 你書上寫的 我們就說 漢代以前啊 嗯嗯 那我老老實說 這是仙人的 音樂 嗯 從西周東 很早進行 都開始 這個東西了 這是說我們現在的南館 可能就是比較屬於 比較屬於 清代之後的 嗯哼 對啊 其實我們只要認識 經代 對 近代編制啊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考舊 考古的話 我覺得 我們很難回到過去去 知道說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但是 在最近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追溯到說 喔 我之前跟哪位老師學 那我們的派別是什麼 那怎麼樣去欣賞他 嗯 對啊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音樂 不管是音樂或傳統工藝 不管是東方西方 或者是 我們自己的傳承 都有一些創作者 自己對於這樣手藝 或這樣藝術的想法跟變化 這樣子 對 那只是說他最早的根源是什麼 他的差別是什麼 還有就是 當我們接到這個 傳統藝術的使命的時候 或者是說 當我很有興趣去接觸這樣的藝術的時候 我們想要怎麼樣去面對他 嗯 然後怎麼樣去理解他 或者是推廣給大家認識 嗯 是這樣子 欸老師那剛剛我們還是有提到說 南館的唱法 就是有思慮詩詞嘛 那可不可以就是 再請您多說一些 就是南館的唱法 南館的唱法 欸我可以先示範一小段 當然沒問題啊 大家去理一下這樣 因為音樂隊我們一定要現場聽到 對 嗯 好喔 你說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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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 壁 vrav vrav わ रv 我再直接跟它起來 就是 它很不一樣的方式 它跟我們一般在演唱 流行歌或是民歌的方式不太一樣 而且它是非常講究 對 他的唱是 因為我們的唱 我們一般的 所唱的音樂 他是直接把他的字 給唱出來 那難管是以分解字音的方式 將一個字 慢慢的慢慢的 把它分解開來 比如說有 比如我剛剛唱的是一個感謝公主 第一個字 感謝 感謝 你把這兩句放慢十倍的速度 然後慢慢的把它咬 咬字 慢慢的把它呼出來 對 感謝 感謝 對 是有分解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方式是以中國古音 他的切韻 比如說生母跟韻母的關係 前面的 就是先生母開始發音 最後收尾是韻母的關係 收尾音 收尾 對 他要以這個關係 他這個觀念 就去唱了 所以我們南冠 他比較主張的 主力他的聲音 最重要是他的咬哩 咬哩 咬哩咬哩 所以他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他的這個叫哩 這個嘴型 對 他的語音 不像我們說台語好了 對 生日 生日 你說身體 辛苦 辛苦 那心肝 心肝 這支心跟心 是不是一個有合作 對 你如果說不對 他是不是他的語就走去 他的意思就不對 所以南冠他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咬哩 哦 他比較一些唱的韻味 還有他的異陽頓挫 嗯 他的輕重音 對 嗯 這是我們在欣賞 南冠音樂的美 所謂注重的一個特色 對 所以其實真的 如果我們今天要欣賞南冠的話 他事實上是 就真的像陳如之前我們有訪 我們有聊過 或就是在某個很安靜的地方 然後在大戶裡面 然後可能就是在那邊 很 很慢慢的去聆聽 他的聲調 然後咬字 然後 隨著他的音律起伏 去慢慢的欣賞 對 那真的是需要很 很大的靜心 跟很大的涵養跟修養 因為南冠其實就是一個 可以放鬆心情 調養心情的一個 一種放鬆的音樂 因為在現代的 現在的氛圍 是腳步都會比較快 嗯嗯 對現在腳步超快的 對那早期農業社會那時候 啊 一百元就就是 沒什麼五六啊 對啊 就是在唱歌 給大家燒焦來拍照 嗯嗯 雞雞雞啊唱 在那裡拍照的南冠 嗯嗯 那現在不是啊 生活的3C科技什麼 誘惑太多 對 對很多 我們一般人很少 很難把心靜下來 對 對那南冠其實 當南 聽到南冠音樂 你會覺得 聽不懂沒有關係 嗯 但是你細細的去慢慢去品嘗 去聽 聆聽 聽他的音樂 對 然後你就會讓你自己放鬆 然後自然而然就睡著 呵呵呵呵呵 然後你就是心靈音樂 對所以我 我可以跟他 跟他講 你睡就是正常的啊 代表說他好聽啊 你不真的會想要睡 對你才會放鬆啊 對啊你整個心靈都放鬆了啊 對 然後要學習慢下來 對 嗯 就是 欸我剛剛就覺得很像 就是您剛剛在喝那個的時候 突然就覺得好像就是 我們常說好茶 不是手搖引喔 嗯 是真的一杯好茶 你在喝他的時候 事實上你要從前面你要學習怎麼樣去聞它 然後喝到嘴巴裡之後品嘗它 然後從前味到後面那個韻味跟魚韻 它其實是會香到你的舌後梗跟頭腦的 是 對 喔 那真的是一種很空靈的感受耶 是 是 太厲害了 欸 欸老師那我們在南館這邊 剛剛老師您示範的就是唱法 嗯 那剛剛還有就是 有一些音樂對不對 嗯 所以它其實它算是一個 有點像樂團的概念嗎 就是有一個主唱 然後旁邊就是會有琵琶 嗯 你剛剛說的就是五片鼓什麼的 對 五片的拍 五片拍 剛剛的拍就是我們唱者 所要拿的樂器 是 是一種樂器 對 然後那個拍呢 最主要是因為早起 我們可以追溯到漢代 嗯 詩族更相賀直結者歌 嗯 這一句話 那直結者歌 它拿的結 就是我們現在所拿的拍 嗯 所以依照南館的這樣的一個情字 我們可以追溯到 欸歌唱者當時 是拿著這個東西 在做 嗯哼 在打這個節奏 就一面打節奏一面唱 這個拍就是打節奏的 嗯哼 嗯哼 對 然後後面就會有 然後樂器就是跟著一起 嗯哼 那如果沒有唱 就純 契樂演奏 只要演奏的而已 嗯 那就是伊吉伯為主 嗯 伊吉伯 嗯哼 他琵琶先彈下去領奏 嗯哼 先當指揮者 其他的樂器再跟著一起合奏 的概念 哦 所以琵琶會有一個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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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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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些琵琶的音出來 嗯哼 然後動銷,再做一個引導的 出來之後,大家才一起起座 對,它是一個合奏的觀念 那除了這些樂器,它還有其他的小樂器 小樂器也很好玩 你今天有帶?你今天帶的是什麼? 我今天帶的是紀北 還到我們的祝教四塊 祝教四塊喔? 祝教什麼? 好啊好啊 老師真的好開心 老師帶來了 四片竹片所發出來的聲音 是 然後你聽看看它的聲音 好 好厲害喔 是不是很像麻雀在叫的聲音 我沒有找到 而且 它只有四片竹片發出來的聲音 竹片而已耶 對啊 哇 是啊 然後 所以它的聲音是不是很像麻雀在叫 所以它早期的名字就叫 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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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稱為四塊 四寶 它也是屬於節奏樂器 它是跟著琵琶的指法 在打節奏的 琵琶彈一下它就打一下 它就敲一下 所以它敲的東西 它敲的是變化多端 哇賽 但是跟著節奏打就好了 喔 那像你剛剛唱的那個 感謝公主那個 跟這個是可以搭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沒有問題啊 那還可以試試看嗎? 對啊 因為它是需要有琵琶的伴奏 對 然後沒有琵琶的 我是直接可以用 打的 四片 對 欸等一下 你剛剛那個感謝公主 那個是你自己突然想出來的橋段 還是本來就有這個橋段? 本來就有啦 喔 那它是 豬盤 豬盤 宋草豬品 是 豬便 是豬便 的故事 蛤 出世金國十六年 蛤 對 阿弟咬金國的公主 蛤 以兄妹相稱 蛤 對 但是公主咬他在 不就是豬盤 它本身都有家事耶 喔 然後到義和之後 那個公主要送豬便 嗯 回鄉 她很不捨的一個心情 謝謝公主 謝謝她這樣子 感謝公主 謝謝你 但是我不愛你這樣 對 好難過喔 呵呵呵呵 對 只能以兄妹相稱 喔 金國公主她很教她 沒辦法 沒辦法 啊 是啦 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是請老師用四片 най壓倒 這個就是琵琶的聲音 in 恩 恩 無 比 一 一 哇 我正 妳的高音 好厲害喔 只要有琵琶妳 才知道 我在打什麼 今天這真是琵琶的節奏 那麼 妳光是 四片 逐片 就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 就再加上您刚刚之前有说的那个故事之后 你就突然那个场景就出现了 感觉就是他在拜别那位 对,他在拜别这位 不好意思,我谢谢你 但是我不爱你 然后我要回去了 然后龚总奥也蛮无奈 可是他也蛮有成人之美的 对,就是以前大时代的那种故事 诶,对 那老师您就是像南管在演奏上 或者是他演出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禁忌吗? 因为感觉他都是一些很美的画面 然后很安静 然后他有像 他就是,他是真的就是纯艺术吗? 还是说就是他有像就是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讲到 我们在那个黑棋那一集 有提到小法的部分 他其实没有算 不太算是就是跟神之间沟通的那种 营唱 他比较是属于纯欣赏的营唱 是这样的方式吗? 纯欣赏 你如果说他可以纯欣赏 也就是说他的故事内容 是不是就是比较是属于 会是他营唱的这些主题 会比较是历史故事 或者是传说故事 比较属于历史故事 而比较不是神风的故事 对对对,历史故事比较多 因为他都是讲男女啊 男女之间的情感啊 比如说归院词 嗯哼 很多 归院词是意思什么? 比如说 纯欣赏你思念 他的精隆 哦哦哦哦哦 我当时他才回家 哈哈哈哈 不就是他精隆 就是高文局的故事 他精隆 哦 去高考 嗯 中壮元之后 没到的了 对啊 去给那个人 改死的纯欣赏 去给 上府的陈金 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啊 杀到 对啊 变成 成 成 赴玛一啊 赴玛一啊 嗯嗯嗯嗯嗯 就复兴汉的故事也有很多啊 哦哦 对 所以他这些文本都是从 一些名传奇啊 苗里禁忌啊 嗯嗯嗯 一些 明清小说 明清小说那边出来 那些故事的情景 哦哦 所以他在演出的时候 他有 他有禁忌吗 所以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就要禁忍 对对对 禁忍是我们要祭祀神明的时候 会有禁忍 嗯嗯 就是如果你们今天演出是在神明之前 就要禁忍 比如说我 在 新闻很烧 之前我们会祭祀 嗯 祭祀有祭祀的音乐 嗯嗯 那祭祀之后才 才有个整选排场 嗯嗯 白语团就是整个音乐的 一套的形式 嗯嗯 这个音乐 类似音乐会的形式 那样 就算一个白语团 要祭祀神 祭祀神一定要祭祀神 嗯嗯 祭祀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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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也是要过 对对对 这样乐器这样 是 就是拿着 禁香乳 嗯我知道 对然后 这样禁神 嗯嗯 然后开始祭祀 开始祭祀 就整个禁完之后 就直接演奏 对对对 哇 那也是很有仪式性 是是是 比较有仪式性的是祭祀的部分 是 那祭祀的曲调 会是大概是哪一些曲类呢 这说的可能大家听不 啊不过我可以给大家听 比如说我们常在演奏的 我们的祭祀 祭祀神明 我们会先演奏一首梅花钞的头 梅花钞 梅花钞 对梅花钞是南管的四大谱之一 嗯嗯 对梅花钞的前面两节 然后再唱一个金如宝 金如宝 金如宝 嗯 这是曲唱的 是 然后曲唱之后呢 在用梅花钞做收尾 哦 对它是有一个整 它叫俗特 有一个俗特 哦 对 那它有分譬如说 今天是男生的神或女生的神 然后 或者是帝啊 王啊 后啊 也等到等级不一样 然后不一样的去 也是有哦 也是有哦 我们管他在俗的地方 哇 他很 吐 他很特别 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 他 他 不一样的神明 他的改善 不一样 对 他用的东西就不一样 他俗特就不一样 俗特就不一样 就是他的曲目 对对对 嗯哼 比如说俗特 我刚刚说的 这就是算翁牙啊 玉帝上听说的这种的 这比较硬的对 嗯 那 比如说土地公 嗯 我还有土地公的曲啊 有地主堂啊 也是有啊 嗯哼 然后 观音的 嗯哼 也有观音的 南海观音站 嗯哼 对 所以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神明 真的 有不同的 乐曲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 刚刚老师说的那个 就是因为神明等级的音乐差异 蛮重要的 不要说互来啊 嗯 不一样的声明 有不一样的音乐 对对对对 因为就是其实这个 也要让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说 欸不一样的神明 其实我们有不一样的音乐 才不会说到时候 演错了 就很尴尬 对对对 嗯 好哦 那 嗯 然后最重要 也有一个禁忌 就是说 如果当我们在神明面前演奏的时候 嗯哼 这些相克 是禁止在面前 不行哦 拜拜 拿相拜拜的 为什么 对因为我们是演奏给神明听 你不能再在前面 拜拜 这是最大的禁忌 我想到了 因为那时候神明在休息 你不要再去吵他了 他每天就是 有时候我觉得神也蛮忙的 就是他可能就坐在那边 然后每天听很多人 就是跟他诉苦啊 跟他抱怨啊 然后有些可能他觉得说 欸这个好 就是我听一个朋友说 他们其实有时候也会分 这个比较严重 这个比较不严重 严重我就先处理 然后不严重的就是 就是听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神明也是需要休息 然后需要一些空灵医学去放松自己 好让自己的神力可以更在更加的强大 去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听老师他们讲说 嗯嗯嗯 你更加大 更总统来 你也是要等我们演奏之后 你开董去吧 嗯 开董在这里 拜拜 所以南冠他说 南冠是我们走中文在这里的 哦是哦 他不是走天门的 因为南冠他的地位 他是从在 育前秦克这样的一个封号 嗯哼 他的地位提升之后 他是直接可以从庙的正门走进去的 哦 对 朋友们知道就是庙的正门的等级是什么 因为我通常我们进去的话 左青鸣右白虎嘛 就是我们站以神的位置来看 左边是龙边 右边是虎边 所以你们 我们都要从龙边 就是你不知道左右的话 你就要看 呃墙壁旁 比如我们进去庙的时候 他哪一边是磕龙的故事 哪一边磕老虎的故事 那你就是从龙那边进去 然后从老虎那边出来 那中间的门是做什么 中间的门其实就是神明在走的 那今天除非说是那个神明的朋友 就是跟他等级一样的 或者是说真的是像有大的事情 或大的 大的就地位比较高的人 才可以从中间的门进去 那比如说像南冠 或者是有时候像那个 鸡 不是鸡 那个家匠 家匠好像也是从 有时候可以从正门 就送神隐身什么时候 对不对 对就才可以从正门进去 这样子 对所以庙真的不要乱走 对 他会被人家说 欸你这个人没有文化喔 不对喔 嘿嘿嘿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 欸老师你 我很想请你要不要来谈一下琵琶 因为我看你有带琵琶 可以啊 好喔 可以啊 好啊好啊 示范你小段给你 好啊好啊 因为今天老师他很很热血 就是要推广南冠 然后老师带了四片 四块 四块 老师带了四块 然后他还带了琵琶 天啊 我的音乐室居然出现了这么 我的工作室 就让他调一下音 居然出现这么古典文雅的乐器 可以了吗 嗯 诶老师琵琶是什么做的啊 木头啊 是喔 可是这个勒 这个也 他 琵琶它的构造 它的材质 很准备 对 对 当然这个比辈的汤芯啦 对 童笙啦 他这样说最好的是福山嘛 福山 就是木材的等级 对啊 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 是五銅木 嗯 对 哦 好哦 然后 象牙 这是象牙 对 旁边的 这叫做 北瓜 这是象牙 哦 这是 这是 雷仔核 雷仔核 贝壳 所以它材质很多 嗯 而且很厉害 他这个线就是 然后线是 尼龙线 嗯 尼龙纸 尼龙纸 然后 然后 这个是 钓鱼线 钓鱼线 诶那这个圆圆 这也是木头吗 对啊 这也是材 这材 就去压的啊 哦 压得这么漂亮 这个是嘎记 嘎记 对 选择 嘎记 你这台 也是很有列数 我这台 对啊 我这支既白的 这支既白的 它也是有故事的啦 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 我们下一集再说 那我们今天要做ending 我们今天的ending 就请那个 俊丽老师 来 弹奏 一首 琵琶曲 然后我们就在 这个曲目中 跟大家说 拜拜 我演奏一首 比较轻快的 就是我们南館的 比较入门的一首曲子 好啊 叫 麵答序 麵答庶 麵答庶 就是说 公公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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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需要唱吗 都可以 老师开心就好 好 那我边唱边弹 好 公公 reaches 名道庶 淺 照 野iction 靓 刚六公 谤 Six公 を �enth に 今虎以實曉公 今虎以實曉光 今虎以實曉公 今虎以實曉光 今虎以實曉光 今!今……違聲 今虎生 今振 今虎以實曉ουμε 吟丘以色衣 丟失丟 宇奸 宋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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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脆 丟失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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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切功了,要切功 一絲絲,絲絲 一切功切,一功切,一絲 絲了功切,功功了,功功了 一絲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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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 你又是講 宋你又講 切講 他愛切講 你又你又切講 一講切意 一講切意宋 你又是意 一切意宋 一切意宋 你又是意 你又講 宋你又講 宋你又講 宋給 宋你又講 宋 내 宋你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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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물 Vol, timur, Pe Questions 巴 Tikka很有名 闲闲 闲闲闲 盲主 闲闲 闲闲、盲主 闲闲闲 闲闲 他睛 盲主 闲闲 場 歌 coloc 他認識 に忍碰 serv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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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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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